南陶县成人肥胖比率高居全国第九位 根据数据显示 平均每2到3人就会有一位是肥胖或是过重 然而肥胖容易造成慢性病以及代谢症候群 因此南陶县政府特别推动社区健康体能 即代谢症候群及肥胖防治改善计划 并辅导县内10个社区发展协会进行减重计划 日前在草囤避风社区举办了成果发表展 分享社区民众成功减重的结果 卫生局就是有建议就是我们现在人就是因为工作比较忙碌 所以肥胖的趋势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向中央争取经费 然后让我们现在的社区发展协会可以来推展 社区特有的健康的文化 那内容我们经费补助的内容包含就是 他们可以发展自己的特色餐 那也我们建议社区在社区的健康步道 那鼓励我们当地的民众可以每日一万步来 来养成健康的习惯 然后提升我们健康的体代 那我们今天特别责我们草囤正的避风社区来 进行105年度我们10个社区的发表会 这个案子其实对于我原本一开始想要去建构社区 要有一个健康社区健康城市的想法是一个开端 所以今年为了配合这个活动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课程 那包含还包含的长辈的下半肢的特殊训练 就为了让他可以多活动 然后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那今年我们为了配合这个活动 其实社区几乎是全员动员起来 包含我们924的那一场大场的活动 那可以看到大概有将近500个人出来参加这一场活动 那也不错的是避风社区在这一场活动里面 我们收到非常大的成果 那我们减了340几公斤 那这一个其实面对现在的人 一直有那个所谓的健康疾病问题的 那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开始找寻健康 然后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转变跟改变 那很感激卫生局每一年都有这样子的活动在进行 那我们今年避风社区也很荣幸有投递到这个案子 那今天很荣幸因为 全南投县总共有10个社区投递这个案子 那全部一直在避风社区做了这场发表会 那我也代表避风社区 欢迎其他全南投县的社区伙伴 那大家一起来认识避风 关同加入此计划 成功减重30公斤的议员林永宏 也出席105年度 社区办理健康体能 即代谢症候群及肥胖防治计划 减研健康餐成果发表会 分享减重心得 并且对于社区结合在地食材 开发的健康餐食表示肯定 并表示透过社区互相交流 将健康饮食形态散播到各社区角落 让家家户户都能享受健康 远离疾病困扰 我知道今天来听说健康的话题 美胖的计划 我刚刚我进来 李市长就跟我讲说 这个上面的像跟现在的像 大概是最好的代言 但是其实我讲这个 你计划很难够 很难够的难够 是这样 但是这不是我 就不计划 要怎么计划是要跟社区的企业 就是我先计划 塞地的 平安社区的人 来给我们大家庆安 来给我们大家看 本来到平安社区 我丁米刚才去划那社区 我这样说人家的像 岂山都很有 还有探机的国庄 严正 还有探机的国庄 张氏民意的都在那里振 我是知道 我说也不知道 所以我说 我说有这些社区 这样最高的 才知道原来 这社区有一些除了物产 原来还有物人物 自由社区自主的成立 推动委员会 以及规划健康议题 积极推动民众健康体态 以及体能 卫生局105年度 福岛南投市 方美社区 营南社区 草屯镇 避风社区 普里镇 石甲社区 祖山镇 富州社区 岩乡社区 双重社区 国庆乡石门社区 民间乡天载社区 仁爱乡卢山社区 除了推广健康饮食形态 也辅导完成健康步道 鼓励民众就尽利用 单地农产品 制作健康饮食 并运用社区的资源 养成天天规律运动的好习惯 我心疚 在我们超顿日本社区 发展博会的所在 来基盟到我们的肥胖 代谢症候群的 简单说就是 太胖了 太胖的镜头 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太胖肥胖如何防治的 这一些种种问题 那我想我们 这个现代人 吃了非常好 还缺少运动 吃了非常好 实在说很营养 但是营养叫不均衡的营养 所以造成肥胖的现象很多 而且肥胖会产生 整个代谢的一些不顺畅 造成其他的一些疾病的产生 所以我们卫生教育 积极来推动说 要怎么来减重 要怎么来吃 吃后会健康 什么样的东西 可以减着 尤其我们都吃一碗 吃太多 要怎么减着 所以其实我们如何让我们自己 把这个饮食机关改变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肥胖 不再负胖 还也可以减肥 然后达到我们整个身体机能一个健康的成果 我们卫生局有接受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补助 来推动一个肥胖防治计划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将这种肥胖防治的讯息 po在我们卫生局的网站 邀请我们13乡镇的社区发展协会 来共同推动这个计划 在推动的过程中 我们卫生局会依照各个社区发展协会 他们拟定的议程表 到各个社区去辅导他们 那再接着呢 就是我们会办了一个期末的成果发表 我们会针对在我们计划里面 要提供给民众的一个 第一研第一堂的概念呢 研发了一个检验餐 我们利用这个成果发表 报告的会后 来分享我们的检验餐料理 县府和10个社区发展协会合作 除了贴补经费 让社区开设减重课程运动之外 也鼓励社区研发 以在地农场品为食材 符合在地特色的饮食 提供社区民众健康吃的新选择 其中竹山镇的严正 以及富州等社区的民众 减重成果备受肯定 社区理事长以及总干事表示 需要能借此 让地方的民众享有更健康的身心 参加卫生局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其实是真的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的人吃的都比较油腻 然后少动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卫生局的活动 我们参加 我们就是去号召所有喜欢运动的朋友 或者是说他在家里 他有的时候他觉得说 他没有持续力 那他今天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就是QQ班 QQ舞蹈班 让所有的喜欢运动的妇女 还有爸爸妈妈 他们能够来这里运动 那我们在每个礼拜的 礼拜一晚上 还有礼拜四晚上 我们持续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性质 那整个活动我们从五月开始 那我们进行了 大概现在持续下来 已经大概五六个月了嘛 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成效啊 其实是还不错 我们大概有四十个人参加 那目前大家大概 至少可能都有减一公斤以上 像我自己个人就负担了五公斤 那所以我觉得说 减重之后对自己的身体 它是一个非常 可以让自己心肺能力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卫生局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做一个配合 社区来执行卫生局的计划 我觉得还是相当的棒 那我们社区的人能够透过这个计划呢 本来要很胖的人可以减下来了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些检验餐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检验餐里面的课程 我们配合我们的日间拖劳中心的一个课程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听一下 我们的检验的一个课程 因为我们的社区有做这个老人送餐的服务 那长辈呢 他们认为我们的送餐的菜里面 觉得不太不太咸 所以他们希望吃咸一点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课程 我们可以让长辈呢 他们了解不要吃得太减 太减对我们的身体不好 所以长辈经过我们这五场次的一个检验的一个宣导之后 他们也认为说这样对他们的身体比较好 所以大家就比较可以接受到我们的建议 把他们上餐的菜里面 可以放得比较少认 所以这是我是觉得这次的计划里面 对我们社区最大的帮忙 在105年度 社区办理健康体能计代谢症候群 及肥胖防治计划 检验健康餐成果发表会中 各社区带着研发成果 齐聚在避风社区活动中心 每一道菜都相当的鲜美 充分展现出各个社区的特色 希望透过观摩分享交流学习 能激发更多的社区美食创意 将健康餐推广到县内的各社区 让民众更健康 我们现在的民众 在我们一场生活当中 对于饮食往往会有所舒服 对于我们传统的社会 农业社会的时候 或许是我们早期的 我们的前辈 我们的相亲 有时候在做重劳动的时候 常常都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一定要高颜份 才能够补充努力等等 不过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 仍然还是有一些的民众的存在这样的观念 不过随着我们的劳动的形态的改变 不像是以前我们在练义之下 我们不需要再需要那么多的颜劣来补充 我们因为流汗所造成颜份的损失了 等等 所以说我们今天强调是少盐 少油还有高谦的食物 来做我们日常的饮食 那我们希望也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食材的发表 能够透过这些社区的领导人 能够回到他社区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健康的饮食概念 落实到我们社区的每个家库 这次纯蒙卫生局 然后到我们避风社区办理一个成果展 那我们当然也不能施主人的礼 那我们今天把避风社区的一个特色餐 把它全部端上台面 那因为我们有上了所谓的少油碱炎料理这个课程 那我们还特别再把各个课程再继续延续下去学习 那我们请了草屯 慈激草屯联络处的师姐 来教我们一系列的素菜料理 那从像这个 洪泉是用花生磨出来做的豆腐脑 那包含我们的卤海带 还有我们的牛棒 牛棒里面我们有做香甜的 还有做咸酥的 那这个素菜卷呢 它里面其实比较功夫菜 是因为它又必须要卷上起司 可是透过这样子的素菜料理 还有包括我们的红糟饭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料理的呈现呢 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说 其实少油少盐 其实还是可以很好吃 而且还可以 不是好吃还可以换得最好的健康身体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避风社区也要传达说 大家都可以在家里自行烹饪出最简单 然后最好的一道料理 然后成为自己家里的特色以外 也会是造福家里最好的一件事情 透过卫生局以及社区合作 利用当地的食材 研发美味可口的检验健康餐 分享给全体的县民 议员林永宏也希望能将健康的饮食概念 带入到更多的家庭中 让民众了解聪明健康吃以及运动的重要性 我相信现在是南岛的卫生局 跟我们所有的社区的干部做的来开会 开会之后 希望我们所有的社区都可以推动 每一个社区里面的每一个生亡 每一个南岛的住民 让他们了解健康的吃 健康的吃 要如何吃到的健康 要如何让我们的身材 维持得非常好 要如何让我们的美工运动 特地不富胖的目凌 我们大家共同来打明 议员林永宏强调 减重并不难 而要如何以良好的习惯 维持标准体重 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未来能以人民健康与福祉为优先 营造一个优质健康的幸福环境 并达到健康减重 全民一起来的愿景 民意新闻较为您 专题采访报导